6月6日下午 爱静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了雕塑作品海浪 央视主持人刘芳飞有情主持 在捐赠仪式上 国家博物馆馆长吕张森亲自为爱静颁发了收藏证书 这次捐赠活动的促成 与爱静在去年11月19日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爱浪爱静综合艺术展有关 该展览汇集了200多件作品 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响等多种艺术形式 这次捐赠的作品海浪便是其中的一件 分为黑色海浪和白色海浪两种 材质包括传统大理石和镜面的不锈钢 这些年来娱乐圈从来都不缺做艺术的明星 但是很少有人能达到爱静的成绩 他本人表示 自己对待艺术从来都没有过半点马虎 也从来都不是玩票的心态 我不是玩票 我是玩 我带着很大的那种童心和自己感觉的乐趣 包括遇到的困难 也是觉得怎么解决不了呢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 解决了就觉得特别开心 就比如这海浪 我为了找这个材料 我都去到我们沿海地区 没听说过的城市 我去到那码头上看到成千上万 万一计的那些 从海内外西班牙 意大利运来的石头 我去挑 最后又在取阳 离我最近 离北京最近的地方挑到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是抱着极大的那种热激情 或者就觉得好玩 觉得也不觉得很累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